嗨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一鸡 那今天的影片呢 是一次CM的衣服开箱影片 那话说那么快 我们又踏入了秋天的这一个季节 那我个人最爱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衣柜里面添加一些秋天元素的衣服 那我这一次在CM上面买了十件秋天的一些衣服 就想要来跟你们开箱一下 跟分享一下我买了一些什么 那这些衣服呢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并没有任何的赞助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立刻进去我们今天的影片吧 那这些衣服呢 都是我今天刚收到的 所以呢 我个人都还没有拆开来看 就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跟开箱一下 我买了些什么样的衣服 那首先就随手来抽一件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哦 那个向日葵的花 那我最近很喜欢找那些 针织的背心 好像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针织的背心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还蛮流行的 就是里面穿一个T恤啊 然后外面穿一个 针织的背心 就很那个水手风 或者是学生风的一个感觉 那我现在买这一件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那它的针织不算是太厚 但是它的扎实度 还是在的 那我看它那个向日葵的花朵 还蛮可爱的 所以呢 我就想要买来试一下 那它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我买的是小号 所以呢 它在我身上的比例 还蛮不错的 那这一种面料呢 在秋天穿 我觉得你里面穿一个 短袖的白色短袖 就可以很简单的出门 那然后呢 下面就搭一个裙子啊 或者是西装宽裤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那这一件就是第一件的针织背心的一个长相啦 我个人真的 还蛮喜欢它这一个针织背心的 那它这一个长度呢 是在我肚脐以上 然后呢 可以穿一个高腰的牛仔裤 在下面就很好看 最重要的是它一点都不扎 很柔软 还有呢 它一点都不会太厚 所以秋天这一个季节穿 非常可以 然后呢 接下来水手抽第二件 就是这一个小熊 我觉得 我期待这件蛮久的 因为它在网上看上去就 那个小熊非常的可爱 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背心 那我这一件是想要拿来那个 穿在我另外买的那一件 就是 棕色的连身裤 穿在里面吧 我就觉得 我这一只小熊好可爱 那它的布料还是蛮一般的 蛮有弹性 但是一点都不会说很透 所以呢 我觉得 就算里面穿一个普通的内衣 都不会太透出来 那我最重要的呢 就是它这个小熊 很可爱 虽然它只是硬上去的 但是我就觉得 它坐在那边就非常的可爱 一个小熊 然后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上衣吧 那再就是这个小熊背心上身的一个效果啦 那它的版型真的还蛮好看的 一点都不会太透 因为我现在里面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内衣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并没有透出太多的内衣颜色出来 但是这一个唯一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我还蛮 我还以为这个弹力还蛮够的 但是 我高顾了自己 然后呢 就塞了半天才塞了进去 那它这个弹力就只有一点点而已 所以呢 如果 你就稍微胖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买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尺寸 比较好的 然后呢 接下来看另外一件 就是这一个 白色的西装宽裤 那我一直都有在找一些很好看 版型很好的白色西装宽裤 但是有时候 它版型很好看 但是它就是比较 透的那一种 但是呢 我现在在虚眼找的这一条 我觉得质量还蛮不错的 我现在这样手榨看呢 就觉得它不会太透 但是还是要实际穿上去 才知道它会不会透 但是它的材质是非常松软的 然后呢 它也是蛮厚的一个材质 那我觉得秋天穿 这一个季节 可以还蛮不错的 但是我唯一不喜欢它的 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长度太长了 我现在这样乍看 就觉得它已经快要拖地了 所以呢 如果我是要正常穿出去的话 我应该要改短一下它的裤脚 接下来呢 是这一条白色的西装宽裤 那它的腰围对我来说 是有那么一点点大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系一个皮带的话应该可以 然后呢在这一边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然后呢我站起来让你看一下 虽然它是那个白色的布料 但是它一点都不会透 因为我现在里面穿了一个黑色的内裤 你也不会太看到它里面颜色的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布料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呢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刚刚好 不会太热也不会太那个透明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件 我看到了我想要的一个棕色的工人裤吗 是这样叫 就是那个one piece的长版工人裤 那这一个工人裤也是蛮长的 那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人裤 是因为我身形真的比较矮小 所以呢大多数在其他外面店里找的那些都是裤脚过长 或者就是如果我买小号的话就是塞不进去 那我这个在试验看他们的模特穿上去还蛮可爱的 然后呢它的颜色也是一个非常秋天的颜色 那我就想要试一下 那这一条的工人裤就是我想要来 拿来配这个小熊的一个上衣 那我觉得这样配起来就是很可爱 然后就把小熊穿在里面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铜色调 这样穿在里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那这就是我的棕色的工人裤跟那个小熊背心的一个穿搭啦 那这一个真的有点长 所以呢我把这一边的那个长度调到最短 所以呢现在这边肩膀就有点凸凸的 所以呢就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但是呢很庆幸的就是 我的腿竟然可以穿得出这么长的工人裤 那我觉得它整体的感觉还蛮可爱的 虽然没有什么扰身可言 但是春天穿成这样就很有春天的气息 因为我就好像那一个农民工啊 或者是那个farmer之类的 觉得这一个颜色配的还蛮好看的 那如果我是自己要穿的话呢 我应该会把它给弄成这样子穿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看到它这一个小熊 只穿单边然后这一边的也是调校成长一点就觉得 这样子也很好看啦 但是如果这样调长的时候呢 它的腿这一边就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可爱 所以呢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一件就是棕色的公园裤啦 它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看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件就是 非常可爱的云朵针织外套 我在那个上面看了 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买这个云朵外套 因为我觉得会穿起来有一点点的洒气 但是我看到就太可爱了 就想要买下来试一下 那这就是它整体的一个长相 那它我也买的是small size 然后呢它看上去就蛮大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一个云朵真的太可爱了 就很像好像双泡泡的一个云朵 然后呢它是做一个泡泡袖的设计吧 那它的袖子是比较大的 那它的材质它的针织是比较厚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冬天 穿在外面还是蛮可以的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白色的钮扣 我觉得这一件真的很可爱 但是不知道我待会穿上去 会不会有一种犯傻的感觉 但是我是想要下面配一个那个 就是短裙 然后呢上面穿一个简单的白色Tink Top 然后呢就配着一个外套就觉得 还蛮可爱的 可以试一下 然后呢接下来这就是针织 外套的一个长相 我本来想着它还蛮可爱的 穿上去 但是我觉得 现在这样穿上去还有一种蛮憨憨的感觉吧 就是太过于臃肿了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蛮可爱的 我觉得是我自己穿不对啦 就是让我看一下 如果里面换一件背心会不会好一点 还是都差不多 但是这样打开来穿还是好看一点点 但是这个袖子有点太大了 好像是灯笼袖又不像是灯笼袖 它就是有一个口在这一边觉得有待搭配 然后再跟你们说它整体的版型吧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件是什么东西来的 白色的草莓吊带 那这一个也是好可爱的草莓 因为我个人衣柜里比较无聊 没有这一种很就可爱的元素吧 就觉得这一次看到一些可爱元素的衣服 就想要来添加一下衣柜里面的一个气息 那我觉得这一个草莓 增织背心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这样乍看一下 它好像有点太大了 但是这一个已经是最小的尺寸 那我这一次买的所有尺寸都是最小号的 所以呢如果你身型跟我一样呢 可以跟着我一起挑 但是它的材质是比较偏薄的 你就可以在外面套一个外套 如果冷的时候 然后呢这一个我也是想要来戴一个短裙呢 或者是戴一个白色的西装宽裤来穿 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这就是草莓背心的一个长相啦 那说它挂也是 蛮怪的就是它的版型整个 来说这一边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开菜在这一边 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一个已经是坏掉的感觉 因为它这边有一点撇线 但是它的草莓还是蛮可爱的 但是我这一件 也不知道它版型哪里怪怪的 就觉得这一个应该会是一个V领啊 或者是一个圆领的设计 但是它就是做成一个小小的方领 然后这一边就是直接上去 那这一件我就不怎么推进了 因为真的不怎么好 然后呢接下来下一件就是这一个牛仔短裤吗 我记得是好像是九分裤的牛仔短裤 对是这一条 那我一直很想要挑战一下九分的牛仔裤 因为我看到很多穿搭博主都穿得非常好看跟休闲 所以呢我这一次也是很大胆的在CN上面买了一条九分的牛仔短裤 那我以前在CN上面买过所有的裤子都是不合适 然后它的尺寸对我来说是偏大的 所以呢就算我买了最小号 它那个腰围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呢我这一次还是鼓起勇气想要来试一下 它们家会不会有什么的变化 那它们这一条是extra small 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试一下 如果有extra small的话 我应该可以适合我的一个腰围 然后呢接下来这就是七分牛仔裤的长相啦 那我这一次还蛮惊讶的 因为它的裤头我终于适合穿了 那我买的这个是extra small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点大了 但是我觉得系上一个皮带它就会刚刚好 那我这一次是非常的开心 能买到一个适合自己穿的牛仔裤 然后呢它这一个是七分的牛仔裤 就在大腿上面一点点 所以呢它是摆起比较长一点的 就不会太曝光 那上面像我现在这样穿一个 短板的一个背心啊 或者是一个T-shirt就很好看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条 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买的很成功 然后呢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oversize T-shirt 那它是有个三只可爱的小熊 那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 对小熊的衣服非常喜欢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了 想要烦恼顽童的那个心态 就想要穿的比较可爱一点 那它就是三只可爱的 不同颜色的小熊 它的布料还蛮轻盈的 也是蛮滑顺的一个布料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 oversize T-shirt 那我一直都有在找 oversize T-shirt的那个很好看的版型 那我下面就可以穿那个 biker short 然后呢也很多欧美博主这样穿也是非常好看 所以呢我就找了这一件很可爱的小熊 那它胸前写的是什么来的 Joyce is nothing in Joyce is not in things It is in your heart 就是快乐不是一样东西 它是在你心里的一个感觉吧 但是我就觉得这三只小熊好可爱 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跟Shien不同的一个公司 因为它这一边唯独它这一个带子是写着Days 然后呢 我现在买的是 Medium就想要有一个比较oversize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这一家是唯一一个 跟那个Shien的包装不一样 所以呢我怀疑它是不是 跟Shien他们的合作 然后呢就 有了这一件可爱的小熊T恤 然后那接下来 这就是小熊外套的T恤啦 那它这一个完完全全就是 我一直想要找的一个oversize T恤 那它是一个非常慵懒的材质 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 然后呢 它是可以把我的屁股都遮盖住 然后这边有个小开叉 所以呢当我穿了一个biker short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点黑色的在这一边 或者是把这一边 tuck在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很休闲的一个穿搭 那这三只小虫还蛮可爱的 所以呢这一件大推荐我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件跟我身上穿的那一件 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它只是在那个版型不一样 那我这一个是针织的背心嘛 然后呢它这一个是针织的cardigan 就是一个外套 那你可以把外套这一些扭扣都弄下来 当一个可爱的小外套 或者是里面穿一个白色的小tint top啊 然后下面穿一个可爱的白色裙子 黑色裙子就很好看很学润风 那它就是这个白色还是蓝色格子 它是白蓝格子 然后这边有浅蓝色 然后它的线都是有不同的蓝色组成的 那它这个布料并不会说太厚 因为我身上现在穿的这一件就是非常厚 所以呢我现在坐在这一边还蛮热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布料还蛮不错的 它这个针织后面是比较薄一点 但是它前面就是很不透 所以呢一点都不用说太透 然后它的针织也是非常的扎实 那这也就是短板的针织衬衫的一个效果啦 那它这一个版型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穿上去就非常的鲜老吗 还是就有点怪怪的感觉 那我觉得自己这一件短板的针织背心 虽然它的那个造型是差不多 就是也是这个零星的设计 但是我那一件就好看很多 就觉得这一件啊怪怪的 那终于到了最后一件啦 就是一个套装吧 那这一个我看它模特儿穿就很好看 但是我现在这样摸它的材质真的非常不行 那它的版型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穿在身上 对我来说也太大了吧 它已经是小号了 所以呢你看我的肩膀在这边 那它穿上去一定会非常的垮大 那它这一种材质呢就好像是那个棉泡的感觉 就很不服贴在你的身体上面 或者是可以制造出那种很慵懒的感觉 但是整个就觉得它会抛的 抛抛在你身上 然后就很不服贴的感觉 但是我在这个网上看它还蛮好看的 那它里面是做一个毛绒绒 那我觉得这个在秋天穿的时候应该会热死吧 所以除非是在晚上穿 那不然的话就留到冬天穿吧 然后呢它也有裤子 那它是一个套装来的 它有上衣跟裤子 你就可以搭配一下 那这就是最后一套的衣服啦 那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那个半型 没有我想象中的难看 虽然呢它也是那种泡泡的面料 但是它真的很热 我现在穿这个已经在冒汗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冬天在家里穿 蛮好看的 那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裤子的部分 就非常的休闲 那它整体的穿戴让你看上去就 没有什么身体的行照可言嘛 然后呢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塞进去 因为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通肿嘛 然后呢只能这样放下来 然后配成一套 那这一些就是我这一次买到的秋天衣服啦 有很多件衣服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也觉得会穿蛮多次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买到的衣服 还真的蛮不错 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价钱也是蛮便宜的 我除了这个套装之外呢 它们都好像是20块以下而已 所以呢我觉得它们真的非常的优惠 还有呢这一次我也买得非常的开心 那这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跟你们的分享啦 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 请给我一个赞跟一些正能量 还有呢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那我下一次有新的影片播出呢 你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咯 那我们这一支视频就先这样吧 下一次再见 拜拜